就是这么打的 第一回合就分胜负了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分胜负吧 就定胜负 第二回合不出意外 法师就赢了 当然如果第一回合打的不妙的话 第二回合法师就没机会了 好的 那我们准备一下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四轮比赛 也是本场的这个 最终战 是这个英文字母 妹子战队对决 内拉阻力 上方的话 这位妹子战队的话 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他的打法上是非常犀利的 而且这个战术上非常正面 直接把你的这个 用功能吃到属性之后 直接把你射飞 非常厉害 那么下方的话 是一位身经百战 也可以说是一位 功务不克 战务不慎的 著名杀成老将 内拉阻力 这两个学术的这个对战 绝对是火星撞地球 到底谁是火星 谁是地球 那就不一定了 上面就正面硬杠 反击率非常高 由于两只宠物 反击率都非常高 反击的结果就是 双方直接提前分出胜负 这个我只是那只宠物 第一回合 宠物进行试探进攻击之后 第二回合就开始打凉物了 上方还是选择了打 哇 怎么还有镜子 哇塞我看出来了 内拉阻力的选手 跟这个兔子战队的选手的战术 有点相似 防你灰军梯 我直接中间号 中间宠物 套镜子 但是结果呢 也是比较尴尬的 对方没有用灰军梯 哇塞 非常的厉害 非常有条不稳 虽然这两个往事没有获得斩获 但是至少把对方的宠物是击飞了不少 击杀了不少 好的 那么现在拼到现在呢 双方啊都是在做一个这个思考 那我们看一下 哇下方选手这个这个有点略是大了 内拉阻力 哇内拉阻力率先被击杀一名选手 会有没有复合戒指 哎呀 内拉阻力居然没有准备复合戒指 这就有点尴尬了 在没有准备复合戒指情况下 这就直接可能要凉了呀 毕竟这个是职业版大赛啊 所以呢这个PK节奏确实很快 上方开始回旋踢了 哎哎 这波碎了